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接触节目时间 跟进最新指数的变动 看看恒指最新的表现 最新来说跌幅到465点 算是跌幅回顺 起码上到19,500点水平流上 跌2.3%恒指 19,546点 分到指数全线向下 跌市当中总成交 还有观望气氛 今晚美国CPI数据 暂时超过713亿多 再看看资金流动向和内地股市表现 跌市当中北水有淨流入 超过7亿的规模 内地股市的情况又如何 北上资金有淨卖出A股 去到62亿连续第三天 据报是淨卖出 创业版中 以三大指数来说 它有沽压最重 跌幅超过1% 上证综合指数全日跌幅到0.5% 跌幅到3230点位置 跌市当中 有什么拔下表现 消费股 内需类股份 走弱 食品 饮料 医药 汽车股 跌幅比较靠前 不过 疫史当中 亦有股份做好 我们先谈谈金股 Hello Stanley 不知道有没有可以追 以金价上来说 因为受惠于美汇有跌势 重上到1800美元的大关 以A股上来说 紫金靠稳 赤峰黄金升幅到接近一成 湖南黄金和银泰黄金升幅到4%至5% 我们看看招金和Spider金ETF最新的走势是如何 山东黄金和招金算是靠稳 而已有少少升少了 中国黄金进涨到0.4% 宁保黄金升幅到2% 紫金稍微偏远 跌幅到7%左右 跌幅到9元 Spider金ETF跟着金价走势 现在升幅收窄 算是稍微靠稳 升幅到0.1% 好像市场反映都说 升了一阵好像没有了缺 是的 我觉得这一回合大家也要小心一点 今晚公布的CPI数据 好像刚刚你提到 核心的CPI 看看是否有些 有些显著的回调 应该不会 我自己也觉得不会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即是意味着 美国那边有机会 可能加息的步伐 和大家自然比 可能会再进取一点 即是美元有机会上升 是的 金价比较上升 好像这两年反弹的机会 就差不多了 所以如果真的要考虑金股 我想这一回合还未在时候 以招金上来说 今天曾经上升到7.76 最近的顶部位置 其实都大概是7.7 比较松一点的位置 已经是打回头 即是可能排排整一下 打横行 还有动能指标有些缩水 即是要趁着部署 小心通胀的数据公布出来 现在是否应该只赚算呢 是的 还有如果你刚刚看着 如果你看到的圖 你看到7.76 这些位置 都挺挺强烈的 所以这一回合 就说是突破不了 技术上看 好像差不多 而且也是刚刚提及到 假设今晚的数据 都不太做 降幅压力不太厉害,大家自然对于通胀的压力会升温 觉得加息压力会上升,所以变相之下这些位置都是 趁现在还有一升的时候,不如考虑一下就资赠到先 一个月累计升幅已经比较大,累计升了1.3 刚才说到招金升到7.7,再次触及到近期的顶部位置回顺 动力指标都是欠逢的,其他我们再报价 山东黄金来说,最新升幅升到8.15,在13.92位置 升穿过14元的水平,大概是250天,牛红分界线后已经是打回头 都是一些平台区的位置,升幅收窄到0.5% 其余来说,中国黄金进涨到0.4%,到21.65位置 指金仍然维持于偏远的格局 好,谢谢Sandy和我们分析,这一节我们讲完差不多 我们下周的市场越跌越多 现在就不够一个小时就收市了,继续都在矮近3个低位 就拉锯紧了,刚才最多跌过534点 这个19,500的水平曾经是打穿过 去到哪里呢?最低是19,469才稍微揣定 其实19,500的概念,刚才解释了 就是说台海局势之前很紧张 恒指最低就是19,500边缘 今天是打穿过,但是有没有什么特别坏消息? 我们跟大家数过几项 但是没有一样,就好像我们刚才提到台海局势很清晰 大家紧张,暂时都未找到很确实的原因 总成交去到732亿 简单来说,跌市当中成交是增加了 我们看看恒生科技指数 今天跌的股份下午当然是内房 刚才我们有几节都解释了 另一个早上已经跌定先的 就是新经济股 最新恒生科指4158点 显著跌了超过3% 活跃港股里面,他们当然出现了 排第一位,腾讯,股价跌3个落 美团跌7.3 阿里巴巴跌过9 三只跌幅,美团最厉害,跌了超过4% 盈富基金跟恒指走,跌4毫2 若名生物跌幅跌近9% 增长型股份,新经济,若名都是增长型股份 今天跌得多 来看看六至十位有什么 第六位比亚迪股份,亦都是增长型股份 股价跌4% 当然今天有一件事,马斯克又沽Tesla 所以Tesla概念相关股,今天都跌得多 比亚迪都算是在哪里 都是这个概念的 恒生中企业跌1.76% 2%跌幅 京东跌11.2% 理想跌6% 刚才提到,今早汽车股已经跌了先 新经济又是 和内房相关的 中国平安股价超过一年低位 跌幅超过3% 其他主要蓝筹股近期稳一点 中移动 相订硬正一点 现在都是,中移动反复企倒 升到1% 其他几只仍然看到了 友邦 港交所 中华煤气 跌幅都超过1% 甚至百分之以上的跌幅 业绩股下午继续跟进一下 国泰OK 估计下就是 现在还是逆市涨一点点 集团中期亏损收窄了 虧钱 虧少了 虧了 挨近50亿 去年同期虧75亿多 出了业绩之后 派不派息呢 暂时都是不派息 九龙仓 半年顺利就跌了9成4 赚5700万 基础盈利 接近2.5亿 扭转去年同期亏损 赚钱 中期息就维持 每股派两毫子 不下午股价走势都是稍为偏远 内房股价的焦点 最差蓝筹 来不开是龙湖 一跌跌1成9 现在第三只跌18% 只剩20.5 记不记得当时龙湖 高位40元都有 其实有高位不见了半 今天股价去了三年多的低位 投资银行 税银UBS 调低了龙湖 加上碧桂圆的目标价 调低一半 还有评级都调低了 去到中性 龙湖本身7月份的卖楼 卖了百多亿左右 有些推算 看彭博推算来说 7月份卖楼 按年计都倒退了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了 还是跟税银报告 看淡有关呢 看淡意思就是调低目标价 它都是忠诚评级的 还有一宗整个行业的坏消息 都值得跟大家提提的 就是据报深圳的豪宅盘 拍卖五折 便宜一半去卖出去 没有人问津 广东和惠州有楼盘 要打1.66折 去拍卖 便宜了八成多 当然看反应是怎样 但这样便宜价去卖楼 砍价出来 一般都可能是视为坏消息 大家值得留意 内需股里面 我们看汽车 汽车股我们刚刚都说 今早都开始跌 有个说法就是7月份 整个新能源汽车的销售 比6月份差了一点 现在有没有见到 好几只呢 蔚来 理想小鹏跌广都是介乎6到8% 今天看到一段新闻 蔚来打算做一些高档手机 但似乎今天都股价帮不了手 是不是 我们休息一会再经 欢迎收看楼市触大爱唐凯文 先看看今天的重点地产消息 南筹屋院则如冲泰管城 在最近的三日 接连录得两宗的涉样成交 当中宜山角高层的app室 面积大约685呎 三房间价 附有装修 原业主开价大约是1350万 累积减价超过一成 以1208万去买出 赤价大约是17600多元 原业主在2019年4月 以大约1420万去买入单位 三年之间 涉样幅度大约是212万 贬值一成半 屋苑日前录得另一宗的涉样成交 是天山角高层的app室 面积536呎 造价950万 原业主大约在三年之间 涉样幅度大约是80万 南区方面 现楼的豪宅新盘 最近录得大额的成交 讲的是 长实发展的 浅水湾道90号 项目2号屋 面积大约是5340呎 属于四套的房间价 花圆大约360呎 连同两个车位 以大约4亿去埋出 赤价75000 整个项目一共有11座的洋房 由2018年开始开售 至今已接近4年 已全部沽清 成交价大约是由4亿 至5亿2000万 好 立即找一位嘉宾 聊天旁边有布先生 布先生 你好 你好 欢迎你 最近推售的两个新盘三轮的推售情况 已经即日沽清了 一共是买出达到1000伙那麽多的 而是否反映市场的购买力 在7月的时候再次释放呢 我们看到7月份一手的成交就非常之刺热 我们估计买美有机会是有2000伙的成交的 比上个月900多伙都是倍增的 反映在发展商肯低开 即比二手的价钱更加便宜之下 购买力就慢慢释放出来的 因为之前的观望气氛都挺浓的 所以反映了市场有购买力 但这批购买力观望气氛都挺浓的 但当有他们心目中对的顺盘的话 他们都是第一时间出来去购买的 但当中来说大卖的项目都是主导800万以下的小单位 那是否成交上比较上龜边 对于市场上有什么启示 我们看到今年800万以下的单位 在成交量做了主导的 占了差不多一半左右 在首楼来说 最主要近这几个月发展商推出的楼盘 特别是这两个月 都是一些800万以下的单位为主 所以成交量都集中在这批单位 但随着九月份 相对在启德区和荷文田站 都有个楼盘推出 到时那些单位是过千万的 到时过千万的成交又会增加 令到市房 无论是小楼中大楼 都是一同是有个成交量增加的话 令到市房是更加平衡和健康的 但这一阵来说 发展商都可以说不约而统 一次过是在短时间内开售新一批的单位 这个情况你又去怎样解读呢 我们看到发展商 都是很求一个量的 因为最主要是受疫情影响 二、三月的时候 基本上是零推盘 很多盘都即刻在这两三个月去推出了 也都发展商正所谓卖的量 在过往半年都不够的 那你半年都是得不够五千宗的成交 所以它们大家发展商都是追落后了 看到市场有购买力的话 都尽量是加推单位 是令到购买力吸进所有购买力的 加推单位之余呢 都有发展商是将已经开了价的单位 都还可以提价推出 又反映了些什么呢 反映了最主要是第一回合的价钱呢 发展商的确是低开了的 比二手价可能是低了十几二十个百分比 变成收到这么多的票 各地营购买力这么厚的话 那它们都是有力可以轻微加价的 所以你看到两个盘呢 加推的单位都有些轻微加价的情况 但是普遍买家都是接受到这个加价的 即是购买力都足够 最近以新盘的买家上的话 投资者的占比又去到几大 我们看到最近这两个楼盘 屯门区和粉粮区的楼盘 投资者转了三成 第一个德国的价钱有水位 就是发展商低开了 第二大家都看好北部都汇区的概念 有个升值是有个大的升幅 再加上气氛 一手市场气氛好了 都吸引了投资者从头的市场 如果从二、三月比 很多时候这些一手楼 投资者比例是低一成的 现在看到都明显大幅上升了 一分钟时间 再看看最近新盘 我们经常都说 都担心案息上面 就对于买家形成的压力 但是现在就这样去观伐 市场是否已经反映了部分 或者定价上的策略是奏效的 我们看到 那些买家之前都比较是担心加息 第一 那个速度和幅度 不知道有多快和有多大 但是随着发展商的定价策略 就低开 比二手价低开的话 在准卖家来说 觉得价钱便宜了 都顿文了 正所谓消化这些消息 二手都有这种情况的 开始我们觉得 一些成交 随着业注肯减价 都会慢慢增加的 因为始终 我想在息口方面 如果价息幅度不大的话 普遍的供款都不是提升很多的 所以楼价跌了的话 消化造成这个因素的 好 这一节讲讲到先了 谢谢保先生和我们分析 买卖住宅物业过程繁复 需要经历多个程序 当准卖家和业主 双方都有交易意向 就会进入第一个程序 即是签订临时买卖合约 过程当中 一般会由地产代理协助 买卖双方签订临卖 先讲临时买卖合约的作用 其实买卖一个物业的话 不论是住宅也好 非住宅也好 其实最主要的文件是有三份的 一份叫临时买卖合约 一般在14天之内 就会签过正式的买卖合约 而在正式买卖合约的 一个月至到三个月之内 就会签出一个楼契 就正式转让的业权 临时买卖合约的账在哪里 如果是业主和买家都认识的 或者是相属的朋友 或者是邻居的 很多时候临时买卖合约 都可以不用签的 就直接去律师楼那边 签个正式的买卖合约就OK了 但为什么又要临时买卖合约呢 反正业主想放盘的时候 他也不想贴街招 很多地方都不给贴街招 还有免得人太白撞 他也希望经过地产代理那边 就放售盘 也可以有些很基本的东西 就由地产代理那边 就叫过滤了 那变成了临时买卖合约 香港是很普遍的 也就是说他有他的商业的价值 可以这么说 律师说 目前法例对临时买卖合约的格式 没有一定要求 只要填写好一些必要既定的资料 合约就具有法律效力 当中合约中列明的订金金额 理论上都可以由买卖双方自行决定 假设真的用了地产代理 去签个临时买卖合约 一般地产代理 都有些叫做预定格式的表格 暂时香港是没有统一的标准 这间地产和那间地产 代理用的临时买卖合约 都略弱不同 大致上都是有几样 最主要的条款一定要有的 就是业主的名字 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 或者公司的物业就是业主的名字 第二就是买家的名字 当然需要这个物业 连不连车位连不连平台 连不连天台 这些都要试得清清楚楚的 第三就是楼价 楼价通常大家都协议了一个价钱 然后支付方法 通常都是小订、大订和尾数 小订一般就是3-5% 亦都有时付得多的话 10%我们都见过 然后就去律师楼的时候 就签个正式买卖合约 的时候就给个大订的银码 现在常见的都是小订和大订 加上就是10% 当然有些买家都怕业主会反费的时候 就会有两种方法 可以加到临时买卖合约 就让业主少点有因去不买 或者反费 其中一个就加大了临时的订金 比如说普通都是3-5% 他可能会给到一成或者两成 如果业主要反费不卖这个物业的时候 他陪他双倍订 双对银码就大很多 既然银码这么大 就少点有因 令到业主会费约 除了订金条款之外 临时买卖合约当中 还有一个称为必买必卖的条款 买家在签订的时候需要留意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必买必卖的条款 其实地产代理的临时买卖合约 这个是一个冷静期 是一个退出的机制 两边都可以退出 如果一般十四天之内就要去律师楼 签个正式买卖合约 如果业主反费的时候 他赔回或者交原本的小订 再赔偿一个等额的小订 俗称我们叫双倍订 如果想看竹本的置业有法 请留意今晚九点 无线财经资讯台天天有楼看 一节财经消息 国泰核空上半年亏损收窄 涉近50亿元 去年同期涉超过75亿 为前派中期息 随着政府5月份逐步调整防疫限制 上半年客运收益按年大增1.7倍 至到大概20亿 期内燃油成本增加5.7 但燃油对冲录得接近20亿元的盈余 按年大增2倍 国泰目标在年底 逐步将可载客量和可载货量 分别增加至疫情前水平的 4分之1和6.5 但由于预期将会重开边境 已经将停泊在外地的飞机调回香港 截至6月底集团可动用流动资金有267亿 政府亦同意将78亿元的过度贷款融资的提取期 再延长12个月去到明年6月8日 保诚上半年按年纽规为盈 赚大概1亿美元 但扣除以终止经营的美国业务亏损 但继续经营业务 顺利按年跌九成 主要由于市场波动 投资亏损明显扩大 第一次中期息按年升7% 每股派5.74尾先 新业务利润按年跌7% 主要由于利率上升影响入仗 而且利润比较高的香港销售额下跌 而利润较低的银保销售比例增加 公司表明今年余下的时间 经营环境可能充满挑战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欢迎收看下午的移动追击 下午移动追击 和大家看看中国高速传动 股份代号是658 这间公司是做些什么呢 主要做些研究设计开发和制造一些 风力发电上面各种的机器 一些传统的设备 就是整一遍零部件 见到公司今早早 开市的时候要跌2% 见到5.05元的位置 之后见到条线跌幅扩大 最多跌了近2.3元 低位都见过3.99元 见到都是穿了50天和100天线的位置 看看最新都是有双位数的跌幅 跌超过1.9元 跌1元 上回4元楼上 部位4.16元的现价 公司干什么事呢 发了刑警 预告今年中期将会亏损 不超过8000万人民币 去年来说同期其实是有盈利 是挨近7.3亿人民币 为什么今次要虚钱呢 就是有几个原因 就是卖了南京方面的一个高速齿轮 4.3元的股权 所以录得所得税开支超过3亿人民币 再看下去 另外就是应沽权负债的一个应计利息 还有还有说到收益和毛利率都跌了 就是收益和毛利都跌了这个情况 几个原因出来都令到公司的情况要亏损 不超过8000万人民币 嘉宾方面 这次我们有盧智荣 阿Ken在这里 和大家看看这只股份 你好阿Ken 是 主持你好 阿Ken 阿Ken 看到亏损部分 因为税务和利息开支 其实跟他们公司的本业来说 业务上的关系 你觉得是不是都不是那么大的关系呢 其实不可以说是一个不大的关系 因为它在期内里面出售了一个子公司 那40%的股权 是有个叫税务开支在里面 我们撇除了这个3.15亿 再加上它出售的那个应孤权 那个所产生的利息 大概是4亿付加 那如果你撇除了这一块的话 那我们再推翻去上半年 或者是去年出来的那本数 去年当然有6、7亿的利润情况 就是因为再推翻前一年的基数 是相对地比较低 而今年再出来这个情况 我们撇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 第1个3.15亿和8600万 那就是说今年现在刚刚出来的数据 是变相 当然是受这两笔数的拖累 但是如果你撇除了这两笔数的话 其实表现都比起去年来说 是叫做差了的 那这个是一个很肯定的情况 那我想其实它自己本身 一个很清楚的解释了 一个最主要的重点就是 在国内自己本身的风力发电的设备 那个售价是有个下调的情况 而同时在原材料的价格上升里面 那你原材料的价格上升 你生产本是叫做持续增加 但是你的产品的价格下调的话 那变相就对它自己本身 构成了毛利向下的情况 甚至是说销售就因为新冠疫情 那你这些几个因素合起来的话 就变相它业绩差了 那我想未来展望的话 暂时都是要比我审神一点 嗯 都看着未来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了 不如先看回他们过去几年的 业绩表现呢 真是有几好先 看到他们过去的业绩表现好像都OK 去年的盈利都达到十三亿人民币 按年来说是升到五成六的 毛利率方面都有一成八以外 百分之十八点七 看到2020年和2019年 那个盈利表现分别升到九成 和一倍一那么多 毛利率方面呢大致都保持到 是百分之二十多 二十点九的percent 2019年是二十个percent的一个情况 都想问一下Kent 其实看公司过去那几年的业绩 那个情况呢 都是有个几高的增长 但现在中期来说就要蝕钱 是不是都意味着高增长的一段时期 已经是过去 今年整年来说应该都没什么提的了 我想最主要就是要取决于 国内自己本身的政策层面 和疫情关系是怎样的 就是大家可以追回 暂时看到版面 2019年4.4亿纯尾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今年出来的那条数 我们撇除了3.15亿 那个所得税的开支 和那个应估的权 那个负债所产生的利息 8600万 其实这条数换回来 就和2019年的情况都很近似 如果你没有了刚才那个所得税的开支的话 那就是说去2020和2021 刚刚这两年那两条数来做个比较的话 那就是说出现了一些叫进颈一些的情况 你要去一个叫高速地增长的话 我相信会有一个周期性在那 你在过去这两年已经有个比较大的动力 你要变上基数效应的情况之下 要有一个大增长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难一点 但是你说要完全補退的话 我又觉得未必会的 因为始终国内自己本身 在一些叫做新能源 风力发电这些潜力里面 仍然是会有个叫需求在的 只不过就是说你要去到2021 这些数字 我相信就会比较难一点 说到需求呢 不如都看内地风电装机的容量 看回情况呢 虽然年年都可以升 但看到新增风电装机的容量 今年上半年只是增加了 一千二百万千瓦 情况就没有预期那么多 看到增速明显都减少了 我想问一下Kent 整个的风电行业的一个大环境 其实是不是都已经是改变了呢 就是会不会都已经是出现一个放缓的情况呢 改变就我相信没有改变的 但是你去到 大家都可以看到 由17年开始 其实是一个叫稳步的增长 去到2020 我相信就是19年那个疫情的关系点 而你到2020那个爆破点 亦都是比较大比较快 和亦都是那个叫做政策层面 就是有多些的补贴 或者更加多的一些资金链 是进去这个市场里面的时候 就变相它新增那个叫装机容量是多了 但是如果你回復一个基本点 尤其是国内自己本身 过去刚刚这一两年呢 经济下降风险相对地 会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呢 那你对它自己本身的整体那个发展 我相信都是一个叫缓慢地 或者是慢慢地去向上一个增长 就未必会好像 回到2020那个噴井式 那个叫爆炸力那么高 那就是说刚才用回刚才那个情况 来做个指标的话 你要它自己本身那个盈利情况 可以回到两年前 是一个叫噴井式 是一个突发性那么高的话 就未必可以回到这些情况了 所以大家都会看到 它自己本身那个业绩 甚至它的股价呢 其实在过去这一两年呢 都是正正反映了这一点 很多时候呢大家都会见到股价呢 是每一次冲高上来呢 就会有一阵短线的叫做操作 但是一回去 叫做成定一公布业绩啊 或者是一到股价 股值比较贵一些的时候呢 又会回到四五元这些位置 那也是解释了这一点的情况去 嗯 那既然讲到股价呢 不如给大家提示吧 现在有货没货的投资者应该怎么做好呢 没有货我又觉得不需要太心急 因为始终你今天出完的业绩呢 其实令到大家都有 都很大担心 会不会股价还有一些叫探底的可能性呢 就是如果你用过去这半年来做的标准的话呢 暂时一些叫重要的防守位 大概讲的是三国八附近 这些是一些比较大的防守位 有货没货 那我觉得你都要看着这些水平 因为这个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叫防守位 也都是今年五月呢 恒生指数是正在做19500点 那现在恒生指数正在做1967 这些水平 其实它的股价其实和恒生指数是变相是同步 那就是说恒生指数守得住这些水平的话 相信暂时三国八附近这些位呢 就勉强可以一手 那如果有货的投资者呢 都要留意着这些水平 都要留意着相关的风险 那见到这股份 最新仍然是有挨近两成的跌幅 这一节和Ken聊到这里 休息一会 本期节目时间了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大时最新的情况 既然下午跌多了 跌穿过低位 最多跌过超过500点 低位见过19469点 同时都是大约两个月的一个低位 见到恒指来到这一刻 就跌442点 报19562点 而各汉分类指数 表面上见到 都要红色战爪向下 成价方面超过806亿 港股后市的情况 这一节嘉宾方面 继续有Ken在陪着大家 你好Ken 主持人好 大家好 Ken 见到港股下午又再跌多了 一度跌超过500点 都是看着乐房股 突然沽压大了 都有份拖着市的表现 见到2万点这个位置 今早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是穿了都想不回去 越跌越多 未来后市要看着什么位置 暂时2万0200点 是过去这10天里面 一些比较大的关键点 我们见到 在4月中尾 去到5月中 甚至去到7月初附近 这些水平 其实都是形成了 一个比较大的关键点 而过去这7天附近 曾经想尝试 那条10天移动平均线 就是正正刚才所说的 2万0250点 流上松一点 都无以为计 就是说这个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阻力区 在那里 上下发柱 大概是800点附近 就是用2万0200点来做的移轨 下面应该重要支持位 如果搜回去的话 应该是贴近5月 在我们的反弹起步点 来做的标准就是1万9200 这个位置我相信 暂时勉勉强强 是有一些叫短暂的支持 但是大家要留意着 始终暂时在市场里面 是不利的消息 仍然是比较喷扰着在港股 甚至是在国外市场 就是台海局势 甚至是国外自己本身 在海南的疫情关系是怎样的 内放久不久都仍然是 令到大家很担心的时候 这个都会构成了 令到上证 不是一个叫很漂亮的一个情况 甚至港股自己本身 亦都处于一个比较不利的情况 这个都要留意 以及一些大赤的股份 开始陆续 今个星期会公布业绩的时候 这些股份的业绩 亦都是左右着港股恒生指数 来着走势点 所以大家都不能调以轻心 暂时来讲 Kent说向下网就看着 1万9200点 但我们刚巧都收到 王太有问题想问你 问港股 他想问你 港股会不会再跌穿 1万9点这个位置呢 其实 这个可能性会有的 因为始终暂时大家看回 一些重点的股份 那些重点的股份就是 好像腾讯 阿里巴巴 甚至是说 都叫做勉强守着很久的 叫做比亚迪 那你都会见到 都不若而同地 是有所谓的 一些叫股东的消息減辞 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 出来的业绩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 1万9不是一些什么 特别大的支持位 大家要留意着 反而就是说 如果现在暂时的势头 都是处于一个 比较不太有利的情况之下 反复沉发支持位 的可能性的高 所以大家都要有个心理准备 那我刚才已经给了一个 关系点就是2万0200 我当你站得稳2万0200 都好 上面的空间未必赔太多 因为你吸回几条移动平均线 50匹移动平均线 你数到2万0800至900 已经压力很大 那就是说 不大跌得很多都好 但你的反弹力度 也都不会特别很强的 嗯 好啊 我看到恒指最新这一刻 仍然在跌超过400点 报19590点的位置 我讨论完市场 也跟大家跟进一下 这一刻的活跃港股有什么股份 不和大家看看 排头位的有只腾讯 跌幅不够1% 报295.2 而美团方面 就见了一个月的低位 最新是169.6 跌幅超过3% 看看阿里巴巴 87.75%的现价跌超过2% 看盈富基金 跌幅超过2% 药明生物方面 最新都跌超过9% 今天现价跌在67.45% 都穿了70元的水平 看第六位 比亚迪股份 279.8跌幅超过3% 恒新中国企业方面 跌超过2% 跌1.62% 67.82% 京东集团218.2% 现价跌超过4% 至于中国平安也有份上榜 留意今天都见了超过一年的低位 最新跌幅挨近3% 暴43.55% 理想汽车方面 就见了超过一个月的低位 现价跌幅都有半成以外 暴跌120.2% 再和大家跟进一下 记者是蓝筹股的情况 蓝筹股里面 看到中移栋 今个星期会公布业绩 今日来说 亦是升到1%以外 暴跌51.8% 汇丰控股跌2% 暴跌51.9% 有帮跌幅超过1.8% 挨近2%的跌幅 港交所跌超过2% 煤气跌近1号以至 蓝筹股 刚刚也有家庭观众想问 龙湖 看见龙湖 今天来说 偶走回来都跌多了 想问你 Alan 龙湖960 为什么突然暴跌 什么价位可以买得过 内房的股份 其实你说 为什么会暴跌 整个板块 在现在这些水平 其实都不是好些 什么特别稳固的情况 因为最主要就是 大家都看到 在过去这些年龄 尤其又出了一些 叫做債務的一些消息 甚至说 短期来说 刚刚上这两三个星期 雷烂尾断工这些消息 都仍然围绕着市场里面 虽然国内有一些 叫做政策层面 是扶持的一个板块 但是陆续仍然是处于弱势的话 其实我相信 会不会是市场 仍然是对内房的信心 未能够回来 而他们的股价陆续 有机会大家在这些时候 做套演的时候 都会是找回这些股份 来做一个叫做离一离场 所以如果有货没货的话 对内房 其实大家都一定要很审慎 和不要那么轻易 进去做一个叫做短期拨反弹 尤其这些股价 来到这些水平 如果你是刚刚最近进去 是真的贪它便宜去拨反弹的话 都一定要订好自己本身的一个叫做离场 自己可以承受到风险的一个叫做价格 来做个标准 我相信整个摆法仍然处于一个叫弱势的情况 今天就是龙湖 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还有就是碧桂圆 都是要受压 两只股份都见了超过一年的低位 见到龙湖集团最新都跌超过一成六 见到都有双位数的一个跌幅 谈完内房股份 都帮一下家庭观众听电话 吴先生打着给我们 你好吴先生 你好 你好 有没有帮到你 吴先生你好 我买了一只亚里健康 241 19元买到3元不停交货 交到军价大概六个多 六个半左右 现在可以有什么做 有什么观望 可以怎样呢 是 好 明白 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吴先生 交货六个多的一个位置呢 Kent 第一件事先 我就不建议再去任何交货了 因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它为什么会由这么高位 一路滑下去 三四元这些水平呢 其实国内自己本身的政策 你对一些在互联网上面的一些 一些运联的机构呢 其实在过去这一路说的政策 其实都不负 只不过就是可能你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 你在高位买了 你就一直在低位 做一个交货的动作 希望交货 而令到股价 拉回做一个 比较合理一些的平均价 可以走得掉 我相信是用这个策略来做 但是如果有资金 你说要再重新投入的话 我就不会再建议 是这样做这个 再交货的情况 反而如果你资金 有在手的话 宁愿再放在其他的股份 或者板塊身上 趁它下转 有机会走上来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 你应该尽量减一减前 因为你看到 它都是这一转走上来 5月6月 其实都是和科子 和新经济股 都肯彈的情况 做了一转的反弹 所以我觉得 现在你可以做的事情不多 但是我不建议 再做一个叫做交货的动作 反而就是有机会 彈上来的话 我会策量减一减前 再资金 再部署其他的一些股份身上 如果有机会打一旦 还是要做个减绑的动作 暂时阿里健康跌幅超过百分之三 步在四个半的位置 之后看完阿里健康 也看看有没有其他家庭观众 发了讯息给我们 看到Candy想问Candy 75元买了药明生物2269 到上问你 为什么今天跌得这么多 会跌到去什么位置 其实药势已经形成了 它那一串反弹 5月至7月 其实跟科子 或者跟恒生指数 其实已经弹了一阵阵 其实很多股份 都有这样的类似情况 我觉得要留意着一点 它现在的支持位 其实大概是65元附近 今天跌这么多 其实今天恒生指数都跌了 差不多四五百点了 那你是在恒生指数里面的 那你跟着指数来走 其实都很合情合理 但是我自己觉得 要留意着 因为始终药明生物 你讲着 久不久又有出一些消息 是讲着 会不会跟一些政治因素有关 而从而又令到它的股价挤下来 大家要记住一点 在过去这个跌浪里面 2021 2021 一路由84元一路跌到里 四五十元 中间是讲着 不单止是业绩上 业绩 我就觉得不是有太大不差 反而是 在一些生物科技身上 尤其是 它下个星期都公布业绩 会不会是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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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是业绩之前 大家可能情绪都差一点点 就先沽了它 其实都不 我觉得这一点不是重点 反而重点就是 中美的相关关系 跟它自己本身的技术形态 仍然是处于一个比较弱的情况 是一个相连关系 因为今天不单止只是它跌 其实很多类似的相关股份 都有这样的一个跌势 和一个跌幅在那裡 不是单单只是一个问题 见到若明生物 今天最低的位置都见过67.2 最新都跌近的中低位附近 跌幅去到92%外部 是67.45 跌近$7.05 都见到大概是一个月的一个低位 帮完家庭观众解答问题 都跟进一下恒指最新的情况 恒指这一刻就跌近413点 跌在19589点 各项分类指数里面 金融、公用、地产和工商指数 通通都要向下 至于成交方面超过842亿 这一节 谢谢Keng和大家的分析 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 一会儿回来又收视大见月